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聊一下车辆的一个轻量化设计 主要是说房车的一些轻量化的理念这方面 我用过7台拖挂房车 有小的轻重量轻的800公斤的 到现在用的怎么一点几吨的 1.5 1.8吨 包括我在内有不少朋友也受过很多厂家 这些轻量化的一个观点的输出 那我们怎么样正确的看待这个房车的一个轻量化 首先呢房车是有不同的级别的 就像我们的小汽车一样有级别的 我举个例子说 我以前买过A6开过A4或者更大的A8这个级别 也就是说有大型轿车中大型轿车 中型轿车紧凑型轿车这么几个区别 不同的级别它的重量是不同的 我来把这个拖挂房车也来归类一下 如果说你达到6米了是中等的一个拖挂房车 6米以上了是中大型的 7-8米以上了就是大型的拖挂房车 那有些拖挂房车的总长度才5米 那就属于紧凑型的拖挂房车 所以不同的拖挂房车它的重量是不同的 而且拖挂房车可以分为单轴和商轴两个类别 那我们先参考欧洲的一个拖挂房车的标准 单轴的轴它基本上都是1.3吨和1.5吨 也就是说紧凑型中型的拖挂房车 它的扛重1.3吨到1.5吨 超过1.5吨了 你如果去走烂路就要当心的了 可能会面临着超载的风险 用商轴的拖挂房车呢 它就基本上是2吨起步了 也就是说2.5吨以上 那么你对车辆的载重要求不高的 你选择一个紧凑型到中型的拖挂房车呢 就可以考虑1.5吨的 我们来比一个同尺寸的拖挂房车 欧式的和我们现在国产的拖挂房车 和我现在用的拖挂房车 它们的轻量化做的怎么样 它们的一个设计理念有什么不同 我用过一台阿迪亚的拖挂房车 是欧洲进口的拖挂房车 总长度是6米4单轴的 跟我这台双轴的6米4的总长度是一样的 轻量化的问题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它这台拖挂房车是没有 常规配置的情况下 空壳的一个车辆在1.1吨左右 对比我这台双轴的拖挂房车呢 这台是1.3吨左右 差了那么200公斤 这200公斤它的欧洲的轻量化做在哪里 第一个是底盘 它的底盘是单轴的 它比较量比较小比较细 比较薄 衡量也很少 所以它的重量呢可以减掉100公斤 那我这台车呢是双轴的 两根轴 每根轴就要增加几十公斤的重量 而且呢有衡量 它的一个量的厚度也强 所以呢它能扛住2吨以上 这个底盘的重量是不同的 它的承载能力完全是不同的 双轴双梁它的成本和重量都是要增加的 车身的底盘的强度要增加一倍 那同样是爱科的撞刹系统 它双轴是双道的刹车系统 就是四根 这边两根 这边两根 每个轮胎都有一个刹车系统 就是四个刹车片 刹车盘 那单轴的话是两根刹车盘 所以呢重量方面 这是底盘上一个区别 第二个箱体的一个重量区别 一个呢是采用铝合金的 铝合金的龙骨 整个箱体 它的载重能力 包括它固定 这种滚筒的洗衣机 它都是固定在铝合金的 龙骨的车身的墙板上面的 有了铝合金龙骨的 整个车辆挂各种重的东西 包括洗衣机 包括油烟机 包括卫生间的一些设施 包括这些吊柜里面的承重 它都能够扛得住更大的重量 那么它有了这个龙骨的 重量也会增加 当然它们轻量化设计 还可以把板材设计的更薄 它的外面的 不管是铝板 不管是 那同样的密度情况下 玻璃缸比铝合金要轻 铝的话是2.7 玻璃缸是2.0左右 1.4到2.1左右 铝合金的密度是2.7 重量 它把这个板材做得更薄 里面的三明治的填充 做得更轻薄的 选择 比如说我们买个电视机 买的包装箱 那种泡沫是最轻的 那么如果用那种白颜色的泡沫 做进去 这个车辆的轻量化 就可以做得更轻 它不用铝合金的龙骨 里面没有龙骨的 或者用木龙骨 或者甚至于里面没有龙骨 那么车辆就更轻 当然它的车身的强度就更差 这是肯定的 包括板材的厚度 那底盘 箱底部分 讲完了 我们再讲这个家具部分 因为家具对车辆 也是一个支撑作用 也是一个减重的重要的目标 把这个木质的板材做得越薄 讲的难听的 可以做成薄成纸一样 它把原来的厚度减少一半 那么它的家具的重量也减少一半 像这台车呢 它不用这个方法来减重 它用铝合金来减重 因为铝合金可以做得很薄 做空心的 但是铝合金的强度 肯定是木材的五倍 所以它可以比木材更薄 但是强度可以 是原来的木材的几倍的强度 所以铝合金的家具 肯定是强度更高 环保性更好 它没有浇水 你在环保 你还是要用浇水的 铝合金彻底不用浇水的 全部这些 这些都是铝合金的 它也减重的 那汽车本来用钢材的 它用铝材 那是减轻的 比如说 刚才的比重是七点几 铝合金的比重是两点几 那么差了三倍的重量 三分之一的重量 底盘 箱体 家具 讲完了之后 我们就讲配置了 哪些配置有重量的 那我刚才说了 欧挂 做到一点一吨 我这个只能做到一点三吨 差了两百公斤 差在哪里 就是家具 底盘 箱体 这三方面 两百公斤 那么我这台车 又要增加三到四百公斤 在哪里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 像我的电池 接近一百公斤 因为我配了九度电 十度电 每一度电 就是十公斤左右 带上逆变器 就超过了一百公斤 逆变器 也有二十多公斤 我是六千瓦的逆变器 那么这些重量 你不可能在 欧挂上体现出来 它欧挂 不可能装 这个一百公斤的 电池和逆变器的 它肯定要超载了 但是我们房车 像我是不怎么喜欢进营地的 因为我要清静大自然 到营地里面 跟我到户外 感受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这个车 还要去新疆 西藏 川西 干南 翻雪山 走红军的路线 走那些烂路 我都要去体验这种感受 除了电池逆变器 我们还有太阳能板 假设说太阳能板 你想用硬板的 一百公斤 比如说一千瓦 那么你又想用软板的 五十公斤 软板和硬板的区别 它们两个都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软板更贵 硬板更便宜 但是软板更轻 你要轻量化 就要选择贵的 你要选择便宜的 软板就是差 效果差 质量差 用不用就坏了 这个观点搞清楚 为什么用硬板 用软板 是考虑轻量化设计 也是一方面 成本也是一方面 好 电我们讲完了呢 我们再讲 我们的配置里面的 一个 遮阳棚也要 二三十公斤 还有一个 我们这个油烟机 吸油烟效果非常好的 它有重量 它的缺点是重量重 它的优点是排风特别好 跟家里一样 你的油烟无处长生 它也要二十多公斤 洗衣机 二十多公斤 那么冰箱 三十公斤 那么空调 又是 三十公斤左右 目前我这台车的水箱 可以做到四百升 那现在呢 是两百一四升的 净水箱 九十升的灰水箱 还备用一个 九十升的 净水箱 我们这个水箱 可以做到 三百升 或者四百升的 净水箱 而且呢 它是分轴 轴在中间 两根轴的两边 各挂 两个水箱 之后呢 它是非常平衡的 你平时如果出行 行驶当中 你带个一两百升水 只就在四分之一 靠下面的 所以呢 又有防浪板 就不影响你正常使用的 当然我们要被很多的生活物资 比如说水管 电线 我们出去玩 水管要多留一点 电线要接电的 也多留一点 那么这些物资呢 就是外资的箱子里面 在床底下 外面打开的 一边是装水 一边是装电的 那个电线啊 水管啊 这一类的 还有一些工具啊 这一类的 我们的生活物品 衣食住行 穿的衣服 我们三个人出行 如果我们有些柜子 衣柜啊 这些都要放满 那这边一片呢 就生活区 就是你的衣食住行嘛 吃饭的啊 日用品啊 这些都放满 那这边呢 是厨房 厨房这一片 需要放很多锅碗瓢盆 我们有很多蒸汽炉啊 蒸烤箱啊 高压锅啊 电饭锅啊 各种 各种家里用到的 家用电器 我们这房车都能用 因为我这是 6000瓦的逆电器 好了 我们的车是1.3吨的 这么多的配置 水箱啊 电啊 电器啊 配完了之后 我们这个车辆 就可以达到 1.6到1.7吨左右 那么对于我这个 双轴的房车 2.5吨的一个车辆来说啊 它的1.6到1.7 哪怕到1.8 它还属于轻量化的 为什么 2.5吨的70% 才只有多少 它还不到2吨 那如果我之前 比如说一台进口的 拖挂房车 它的车辆呢 是1.1吨 它如果要装这些配置 那么就超过1.5吨了 那么它的轴是1.5吨的 它是不是满载了 或者说超载了 所以轻量化什么概念 大家要理解清楚 从哪些地方入手轻量化 你底盘能不能轻量化 你的箱体能不能轻量化呢 你的家具能不能轻量化 你的配置能不能减配 做到轻量化 所以大家把这个轻量化的概念 理解的更透彻一点 还有一个 你就是房车出行 到底哪些是你需要的 哪些是你不需要的 一个正确的 房车旅行的观点 你的旅行方式不同 就像我考虑两三个月的 比较时间长的 像玩的舒服的 那你的配置 就应该要符合你的需求 你家里怎么样 房车也能做到怎么样 我现在这台车就能做到 我在家怎么生活 我房车也怎么生活 所以我生活的非常舒服 我的房车生活 根本不憋屈 很舒服 所以我家里有大的房子 比这大 但是我不愿意在家里面 重复每一天都一样的生活 我到房车我就很自在 我就想去哪里的 我在地方喜欢 我多待几天 湖边转转 清华海 清华这个湖 湖边转转 很舒服 看鸟 我住了几天了 我就想换一个地方 我到腾冲去泡温泉 我到大力去风花雪月 我也可以去窜息 看美景 那我带着房车 我就住得非常舒服 到哪里只要加到水 就OK了 我有电 我有家里这些电器 好了 我们话说回来 这个车辆的清量化 大家要正确做一个判断 到底是底盘能够清量化 还是箱体能够清量化 到底是家具能够清量化 还是你的配置能够清量化 你把所有的配置都去掉 你的车肯定能清量化 因为你没有电池 没有太阳能板 我都进营地的 我啥配置都不要 我有的配置都放在前车 后车全是空的 就放点衣服就行了 那么你肯定能做到清量化 但是你要做得很舒服 你的车带着你能够翻山越岭 去看各种美景 各种风景的 那么你的车应该就要选择 更好的配置 因为低配车和高配车 对于一个自行式房车来 20万到四五十万的车来说 我们拖挂房车 10到20万这个区间 它其实没啥区别的 差别价格差别很低的 你这个多个配置 多个几千块 一两万块钱的事情 那你玩的就更舒服了 这是我对这个拖挂房车 用了七八台的拖挂房车之后 我对清量化的理解 更加透彻一点 欢迎朋友们评论区留言 咱们讨论一下 这个车辆的一些实用的体验 好 谢谢大家收看